各位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5月12日 在開始之前請大家先訂閱小弟這個免費的頻道 以及最重要是按一下小鈴,大家就不會再錯過小弟的分享和直播 如果大家喜歡這一段影片,請大家點讚、留言和分享出去 希望這個信息可以接觸到更多的朋友 我們今天又來看一看印度 沒錯,最近印度很重要 因為大家知道印度的疫情爆發很重要 而且不僅是我們中國的鄰國 而且很老實說,小弟真的很擔心在印度的疫情 其實現在正在改寫人類的未來 到底發展會向有利的一方 還是會對整體人類另一個大災難的先兆 其實小弟稍後會跟大家講一講 不過我們先看看最新數據 直至今日的數字 印度現在的新確診個案已經達到2,300多萬宗 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25萬 不過可恨 可恨的就是我們看到印度現在的確診個案 好像開始過了封頂 開始有一點點回落 其實希望這個真是事實 未來幾天其實很關鍵 如果這個回落真的成了一個小 可能第二波疫情就會慢慢開始受控 其實不單止是確診個案 我們甚至看到每天死亡個案 現在已經每天超過了4,000宗 其實也開始看到好像有封頂的現象 其實真的很希望印度可以開始控制到疫情 但是印度的疫情爆發這麼嚴重 而且對人道的未來 其實也可能有一定的影響 好 大家也知道 早一個星期其實七大工業國G7開了會 其實面對印度疫情這麼嚴峻 而且印度還要被邀請旁聽的其中一個 其實大家是不是應該重點談一談 如何去幫助印度呢 對不起 原來他們仍然在談 仍然在談 七個如何合在一起去對付中國 唉 其實到這個時候 已經是全球性出現這麼大的人道主義的災難 而且甚至我們看到疫情不斷爆發 其實有可能影響人類的未來 但是為什麼這群人 他們仍然是重點擺在勾心鬥角 鬥角如何令自己的利益得以鞏固 如何令自己的霸權得以鞏固 可以繼續掠奪 還在想這些事情 其實說真的 人類真的遭遇沒頂之災的時候 你們七個國家會剩下什麼呢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窮得只剩下錢 真是很不明白 所以其實不單止小弟對他們非常之失望 其實 甚至我們看到CCTV 也有發出呼籲 就是說 麻煩你們 G7 現在真正正經經坐在這裡面對一些全球性的大挑戰 而不是只想著如何去對付中國 我們看看怎麼說 這位先生 實際上我們全都明白 所有人在印度上這情況 真是生病 人們每天都死了 這幾天更好 非常有色情 你看到這些 各國各國的民眾多的 都會有著意 幫助印度 因為 他們其實友好 付出於自然 所以 我認為 我覺得我會推薦我們看人們的行動 而不只是說話 其實講得很清楚 就是幫助了印度就等於幫助了船人類 所以現在這個時候 甚至我們不是看誰跟誰比較友善 或者他們說什麼 而是誰真的將他們所說的事情付諸行動 其實小弟之前有跟大家分享過 所謂七大工業國根本名不符實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他們現在都不是用工業為主 我們可以看看一個例子 七大工業國內 帶頭的美國 美國其實如果講到工業農業的總和 現在佔全國的GDP 都是不足25% 四分之一都不夠 所以他怎麼可以叫自己做工業國呢? 其實現在真的大的工業國有哪幾個呢? 沒錯 印度是其中一個 因為它只是工業和農業 加起來其實到了最新2019年的數據 是到了百分之 可以說到了百分之四十左右 仍然是佔一個相當大的比重 而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中國 也有超過百分之四十 就是工業和農業的 其實我們知道印度 其實如果計算GDP來說 它是全球排第六 而且計算PVP 就是購買力的指數 它更加是全球排第三 僅次於中國和美國 所以為什麼兩個最大工業國反而不屬於G7呢? 這件事情我覺得 G7只不過是一個笑話 就是來到今時今日 所以如果我們看到誰是真工業國、真農業國的話 更加知道它的名字 基本上是抵受不了推敲 就是說這個名字其實也是一個謠傳而已 其實我們看到印度這次疫情 真的可以看到這次印度爆發的群株 可以說是一個真真正正的恐怖變種 我們這次就說印度這次疫情的真相 其中一個就是真恐怖變種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到了現在已經是 世衛組織已經宣佈了 在印度發現這次新冠肺炎的變種 病毒變種是一個被列為需要關注的變種 其實這個需要關注的變種 放進去就是因為他發覺這個變種 比很多其他變種 都是傳染性更高的 不過他們就說 暫時沒有任何證據 說這個變種可以逃避疫苗的防禦 他說沒有任何證據 但是事實上我們知道 已經有很多專家都在估計這個方向了 我們看看印度這個變種叫B.1.167這個變種 B.1.617這個變種 是叫做雙重變種 為什麼呢? 並不是說它有兩個位變種 它其實有超過13個位都變種 但是它其中有一個變種 就是在加州的變種上面找到 而另一個變種就是在南非和巴西的變種上面找到 所以它其實裡面包含了兩個變種病毒 很出名的變種病毒的變種 除此之外它還有11個其他變種 而且這件事情就是因為 它的變種比較多 所以就是有很多零星的研究 當然還沒有定論 但是零星的研究已經覺得非常大的嫌疑 就是這個病毒其實是有機會可以攻破疫苗的防禦 就是說其實疫苗不會完全沒有用的 但是可能對這個變種的抵禦力 就沒有對原先那些病毒的抵禦力那麼強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任由它再繼續變種下去的話 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到一隻菌株 是簡直連所有的疫苗都不怕 到時候人類就真的嚴重了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們看到現在 其實很多時候都說印度估計這個確診的數字和估計這個死亡人數 其實並不準確 就是說真數字其實可能遠超於現在官方火炮爆燒來的訊息 我們看過的就是官方數字 就說現在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在印度來講 就已經超過了25萬了 但是其實有報告 在一個美國大學的研究報告 就說其實在印度 那個死亡人數其實可能已經超過65萬人 因為它就是一個叫IHME的組織 其實它是在華盛頓大學的附屬機構來的 它做了一個研究 就是用一個叫做Axess mortality 這是怎麼樣呢 就是看看到底在疫情之前 不同死因的死亡人數 以及疫情中間的死亡人數做一個比較 從而估計真正正正死於疫症 或者疫症相關的效應的死亡人數到底是多少 然後就算了出來 他說甚至在美國 其實死亡人數都是低估了的 他說美國現在估計有 靠近60萬的人已經死於新冠肺炎 其實真實的死亡人數可能是美國官方數字的1.7倍 他計算了出來之後 將它列出一個表 在美國 其實那個真實的死亡人數 預計應該是官方數字的1.5倍 這是比較準確的數字 如果是印度的話 其實用同樣的方法預測出來 估計出來 其實可能是靠近3倍 原先3倍官方數字 就是說 其實由20多萬應該去到60多萬 如果現在他已經去到25萬的話 其實他可能已經有超過75萬人 已經過世了 這個真實的數字 是真的令到 我們看到 真的覺得很恐怖 而且 不僅是 數字恐怖 甚至現在雖然說第二波 都還未能正式處理 我們看到有希望 他可能的確診人數 都已經在下跌 但其實 在印度官方 已經開始 預計有第三波出現 這波 相信會比這次第二波更加恐怖 嘩 其實聽起來真的挺可怕 因為第二波 小弟已經覺得很恐怖了 是說每天死4000人以上 而且 每天有一大堆幾十萬人 他每天甚至 現在 仍然是有 有四十幾萬人 幾十萬 三十幾四十萬人 是每天的確診 那你說如果第三波是比第二波更加恐怖的話 那真是不知道這個數字會去到哪 而且更加令 一件事是 小弟可以說是真正的大鑊 是怎樣呢 就是現在在印度 其實 他們的學者們研究 在印度已經足足找到3532個不同的變種 即是說 就是說其實印度 因為太多人開始染這個病 也不是開始 已經太多人染了這個病 所以它已經成為一個病毒 互換他們遺傳密碼的溫藏 所以就是 他們在人體裡面 就是通過病毒与病毒之間 去互換遺傳密碼 已經令到變種的數目 是突然之間大大增加 現在就是印度自己 已經找到超過3500種新的病毒株 其實這件事在未來 這個疫情還不快解決 我們可以預測到 病毒株的變種數目 會越來越多 所以他們現在就好像在擔心 第三波其實應該是無法避免 你說第二波已經去到 每天感染幾十萬人 氧氣不夠用 死亡人數是幾千人 第三波會是怎樣呢 其實 真是想像都不敢想像 可以說 其實更加嚴重的就是 甚至紐葉刀雜誌 大家也知道是權貴的醫療雜誌 現在在說的是官方數字 不是在說真正的預測數字 而是在說官方數字 就是到了8月份 可能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 會突破100萬人 只是說在印度自己 其實這個小弟有些根證 就是不知道是官方數字 還是IHME的估測數字 但是紐葉刀就說 極有可能去到8月份 就應該會是上市100萬這個水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疫情現在也可以說是方輕美矮 因為其實如果是官方數字25萬 或者是IHME估計的60萬 其實都是和100萬 仍有一段很遠的距離 就是說如果紐葉刀的估測是沒有錯的話 這個病還有一段距離 而且最恐怖的就是 最嚴重的 現在在說嚴重的問題 最嚴重的就是這個病已經醫好了 有很多病復者 因為他們的身體免疫系統 受到打擊的關係 他們會染一種無微菌病 這個無微菌病 其實簡單來說 就是一些真菌的感染 這些真菌的感染 就是一般來說 它的包子吸入的時候 很少說會令到人會生病 因為其實人有天然的免疫能力 現在對付這些 微菌其實微菌的感染性 不同 不同的新冠肺炎的病毒 沒有那麼嚴重 沒有那麼感染力 那麼強 所以一般來說 一些比較弱的病人才會感染到 例如糖尿病沒有得到好的控制 免疫系統被藥物 或者被其他病是減弱了 那麼 或者是因為 就是 就是因為一些治療的過程 而令人身體減弱了 才會容易 惹到無微菌病 所以 這個病就有很多 發現了在新冠肺炎的 康復者 就是感染了這種病 其實也很大程度上 跟印度自己的衛生條件 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 越是髒的地方 微菌一定越多 大家都知道的了 那所以 其實呢 現在就算可以處理到 新冠肺炎的病 也都 跟著有很多人 是染了這些 免疫系統受損 而染到的微菌病 其實呢 也都是令到 印度的醫生 是非常關注 那所以 現在很多人 就是 剛剛好 跟著下去 又染了第二個病 又要再回回 深切治療部 或者回到手術室 那所以 真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 可以說 整個疫情 是不斷地循環 一不斷地輪迴 無日無之 那這件事 真是相當恐怖 那我們呢 可以看到 柳葉都 也都在 之前 也都有 評價 印度的新冠肺炎的疫情 那他用了一個 很精進的說法 他就說 印度莫迪的政府 就一定要是負起責任 因為呢 他們這次呢 可以是說 自己造成的一次呢 國內的大災難 他的矛頭呢 是直指印度 現在的政府 莫迪所帶領的政府 那其實呢 這件事呢 這樣的說法呢 其實呢 絕對有理由 因為當時 疫情呢 未真的完全受控的時候呢 莫迪又要為選舉做了 而且呢 又不肯因為疫情呢 而暫停一些大型的宗教活動 就是因為這樣呢 一次造勢 一次大型的宗教活動 就令到整個疫情在印度呢 就大大爆開來 所以說 他們呢 這次是一個呢 完全是他們呢 自找的大災難呢 其實真是 不過份的 這句說話 不過呢 當有個這樣的 這樣的消息傳了出來之後呢 那接著呢 印度裡面呢 聲音呢 就很多了 有很多呢 就用這件事呢 去攻擊 攻擊現任的政府 包括呢 現在的國會呢 都用到呢 柳葉刀的這句說話 Self-infected National Catastrophe 就是說呢 自找的 國家災難 國家大災難 來形容這次的疫情 就以此攻擊 他們的 莫迪政府 那當然啦 其實現在呢 可不可以拉到他們下台呢 因為下一次的選舉呢 去到2024年才有的 那所以呢 暫時來說呢 他們仍然是安全的 大家也知道啦 這些所謂民主制度的政府 未到選舉的時候 他根本不會理那些 人民在想著什麼 和遭遇什麼的 那所以呢 暫時來說 他們是安全的 那如果呢 是 如果這個疫情 真的受控的話呢 那其實呢 民眾是非常之善亡的 去到2024年呢 還會不會拉莫迪落馬呢 那其實就真是不知道 那但是呢 如果一路的疫情 都是控制不到 而民眾的怨言呢 是只能一路這樣累積下去的話呢 我相信 莫迪先生呢 他都危危扶的了 不過呢 這次可以 所以他説整件事是恃作勇者 他自己去扶負責任呢 小弟覺得對他來說 都是公平的 那其實呢 這次的疫情大爆發呢 對印度的影響呢 不單是在人命傷亡那裏 其實對經濟也有很大的影響 那剛才小弟先跟大家說過呢 印度其實是一個正正式式的 大的工業國和農業國 不是好像G7所謂的 得把口的工業國啦 那但是呢 因為這次的疫情呢 令到他們呢 裡面呢有很多城市要被封鎖呢 那所以呢 大量的訂單呢 是他們接不了了 那轉了去哪裏呢 轉了去另外一個大的工業國 全球最大的工業國和農業國呢 就是轉來我們中國啦 那不單是紡織訂單轉了 也都呢 棉花產量呢 也都比我們中國是超前了 即是現在呢 不論是工業、農業 其實呢 他們都開始守不住了 甚至呢 大家可能都會知道 印度本身是一個呢 藥物和疫苗的出口大國來的 那但是呢 其實這次呢 因為他們國內的疫情的爆發呢 那所以在新冠疫苗供應上面呢 那 印度呢 也都是由全球接種疫苗呢 支援方呢 就變成這個授援方 即是說他現在國內自己都不夠用 那所以呢 他們也都呢 開始呢 需要呢 在外面呢 就是買疫苗了 那所以這個呢 也都是令到呢 疫苗的需求呢 是越來越大 那所以呢 現在呢 就變成了呢 可能 我們 都需要呢 向我們中國呢 尋求援手 那而事實上呢 我們呢 見到呢 印度可以說是最大的同盟國呢 就是美國呢 其實呢 那個帶頭抗疫的 Dr. Fauci 這個福奇醫生呢 他呢 也都是講到明呢 就是說呢 今次希望呢 國際社會呢 全部會走出來呢 支援印度 因為呢 印度呢 如果是沒有其他人幫手的話呢 其實根本是沒有可能 可以對付到的疫情的 大家知道呢 作為他印度最大的同盟國 其實呢 美國今次在對印度的疫情支援方面呢 永遠都是慢一拍的 其實呢 當你不是真心去做一件事的時候呢 你是應酬式地去做呢 其實所有事情都會慢 這個是大家都可以明白的了 那所以呢 其實呢 如果是指援美國的話呢 就是不如完全不要靠它了 其實現在希望呢 世界各地呢 包括中國其實呢 都已經是做了很多 運了很多物資過去印度 其實呢 是需要全球的支援呢 去幫助印度呢 去解決這次的疫情 而唯有是這樣呢 才可以呢 將人類呢 即是可以呢 對付人類這次的大災難 因為如果這個疫情呢 一直都不解決的話 正如剛才小弟也說了 這個呢 真真正正的現在在印度呢 就成為這個呢 病毒變種的溫床 三千多隻不同的菌株呢 已經出來了 會不會呢 這些菌株再溝一下溝一下 會出現一個超級病毒 沒有任何藥物 沒有任何疫苗可以預防到的呢 其實呢 想一下呢 都覺得恐怖啊 唯一可以避免呢 不要有這麼恐怖的情況呢 減少它出現的可能性呢 就是現在呢 全球通力合作 幫助印度對抗了這次的疫情先 我們希望呢 歐洲、美國這些呢 仍然在搞小圈子啊 仍然是針對某個國家呢 要作出打壓啊 這些做法呢 盡快地停了去啦 解決了人類的大問題先 這樣人類才真是還會整體有個好日子過啦 好 那小弟這次的分享到這裡為止 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和支持 記得點讚、留言 和將這段片再分享出去 讓它可以接觸到更加多的朋友 我們下一次下一個話題再談過